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六年前 年仅二十岁的维昌进在血与火的魏国战场上 毅然做出了与英雄王成同样的选择 维昌进一九六五年出生于江苏利水 一九八三年参军入伍 成为远济南军区第六十七军一九九十五九五团六连一名战士 一九八五年三月 他随步参加边境作战 七月十九日凌晨 敌军以两个营一个加强连的兵力 向老山最前沿的我军无名高地猖狂进攻 维昌进所在牌正坚守在这个无名高地上 这是一个凸起的小山包 长约四十米 宽约三十米 是老山地区我军防御前沿的重要屏障 也是敌人进攻我军主阵地的必经之路 随着一阵阵刺耳的呼啸声 敌人的炮弹密集地在他所在的六号哨尾周围爆炸 几百敌人像潮水般涌上来 围昌进迅速冲出猫耳洞 他的右锁骨和左大臂负伤 但他顾不上包扎伤口和战友一起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就在他刚撤到猫耳洞口时 敌人的炮弹又接踵而至 他头上的钢盔瞬间掉落 围昌进下意识摸了一下眼睛 手掌碰到了一个肉疙瘩 左眼眶里空荡荡的 他意识到左眼球被打出来了 来不及考虑 围昌进一把把眼球又塞回了眼窝里 拉起受伤战友就往洞里跑 这时围昌进的右胸又被击中 右臀部也被削去了一块肉 在猫耳洞里 围昌进昏了过去 过了很长时间才被爆炸声振兴 他艰难地爬到洞口 一边观察敌情 一边向后方报告 通过他的情报传递 我军一连打退敌人八次连排规模反扑 战斗进行到下午 围昌进身边的四位战友相继倒下 增援队伍一时上不来 他自己还在不断流血 这时他只有一个念头 人在阵地就要在 敌人又扑了上来 情况危急 他迅速拿起爆化机 对排长大声喊 敌人上来了 就在哨所周围 为了祖国 为了胜利 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啊 几分钟后 炮弹骤雨般砸向阵地 打得敌人死得死 逃得逃 阵地保住了 在坚守阵地的十一个小时里 围昌进全身负伤22处 左眼右胸被弹片击穿 由于伤势过重 在后方医院昏迷了七天七夜 医生从他身上 取出22块弹片 至今仍有四片 留在体内 战后 威昌进荣获一等功 被称为 王城市的战斗英雄 从战场归来后的 三十多年里 他时刻牢记 自己是普通义兵 严格自身要求 严守纪律规矩 认真履职尽责 在历任岗位 都做出了突出成绩 他始终不忘初心 义务做事迹报告 和宣讲辅导 五百余场次 用自身经历 弘扬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 2017年 维昌进成为首批 八一勋章获得者 2018年 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并获平保卫 改革开放和平环境的 战斗英雄 获得八一勋章时 维昌进说 这次荣获勋章 让他想起了 以前的战友 他是代表了 当年参战的战友们 获得的这个奖项 在以后的日子里 无论在什么岗位 都要保持 冲锋陷阵的战斗姿态 健康责任和使命干工作 不愧对组织 不愧对荣誉 不愧对自己 作者 直接摔倒 杯 挂身 挂身 不愧